众所周知,红毯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,为了能在红毯上能够惊艳亮相。 所以全场,明星们个个都卯足了劲儿,没有最勇,只有更勇。 1.张子怡 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国际章,大家都知道,如今的张子怡已经年过40了,在与娱乐圈知名预言家汪峰结婚之前,张子怡一直走的是优雅大气风。 她一亮相,迎面而来就是一股强大的气场,往那一站,瞬间透露出姐就是女王的霸气。 结婚生女之后,她变得越发温柔,着装风格也变得更加丰富多样。 不管是2019年上海电影节开幕式的高定公主群,还是上个月某奢侈品牌发布会的蓝色碎花连衣群,亦或是72届嘎那电影节上的银色鱼尾群。 只要张子怡一出现在红毯现场,她必定是全场最具有韵味的东方美人,窈窕地曲现在加优雅之性的气质,无人能倒。 2.刘嘉玲 去年年底,刘嘉玲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她56岁的生日照照片中,她身穿V0礼服裙,依旧身材傲人,状态饱满,丝毫不减当年的风反。 要说起刘嘉玲的穿搭风格,就一句话,怎么大胆怎么懒,别的女星秀身材,都有一个重点,要不秀是夜线要不就秀美背,但刘嘉玲能一次把生命,真空,超短裤,这些热辣元素全都穿起。 宝蓝色的高开叉旗袍,紧身蕾丝裤,以及网格透视裙,统统都没在怕的,不过不得不说,刘嘉玲的这套只靠两根细带子撑着的透视裙,真的像极了村口装玉米的网袋子,从上到下,从左到右,不管从哪个角度看,都是灾难时级。 3. 乔欣 2019年底时尚先生盛典,乔欣的团队好像突然开了窍,帮助乔欣实现了从小女孩到大女人的转变,从此乔欣不再是那个红毯受上默默无闻的小透明,而变成了扭呼噜心,大杀四方,成为新一届坦星。 2019年,乔欣身穿一席渐变鱼尾裙,高贵又显气质,2020年,乔欣的团队持续发力,这次为他选择了一条简约的白色路背裙,虽然有的网友吐槽这条裙子录得太多,像极了床单,但是无容质疑的是,乔欣穿上真的太美丽了,小家碧玉的关聚儿瞬间就成了优雅高贵的名愿。 4.珠珠,曾经连续八年霸榜全球最美面孔的女神珠珠,真的是一个被忽略的美女,娇好的容颜和凹凸有致的身材,都诱人至极,她骨子里就透露出来一股魅惑和妩媚的气息,是真的很有韵味。 4. 早年,珠珠走红毯时,曾穿着一套侧面全开的服装,这套衣服把另辟蹊径发挥到了极致,别人都是从正面下手,她是从侧面开口,十分性感。 5. 钟楚希,身为内于红毯的定海神针,钟楚希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,她每次的红毯造型,不能说风华绝代,也就风情万种吧。 6. 陈志鹏,艺术,作为一个拥有蚂蚁腰,直角尖,天鹅井,要啥有啥的女星,钟楚希简直就是行走的衣架子,不管是银色的长裙,还是抹胸鱼尾裙,亦或是挂搏黑色连衣裙,都可以永远相信她的红毯造型,而且,钟姐一个人就等于一个化妆团队,为了省下装造的钱,她都是自己化妆,完全就是被演戏耽误的化妆师。 6. 陈志鹏,一说起个性嘎,大家脑海里一定会浮现陈志鹏的名字,放飞自我后的陈志鹏,穿搭可谓是相当大胆,几年前,她也是靠浮夸的造型回归观众视线并引起热议。 6. 一头绿发加透视装,所有人都难以把她和记忆里的小虎对和尔泰联系起来。 6. 更没想到的是,之后她的每一次出场都很冲击视觉,她可以穿着抹胸细服扮木柜英上梯台,也可以一身扑克牌上衣再搭配上一个巨大的草帽走秀, 6. 还可以内穿黑色背心,外穿透明塑料外套走红毯,除了塑料外套,陈志鹏还玩起了下衣失踪,只穿着一条黑色短裤,让后面的礼仪小姐满脸惊讶,就连红毯的主持人都忍不住调侃她没穿裤子。 随后陈志鹏也幽默地回应了主持人的调侃下次记的戴隐形眼镜,还有一次亮相梯台,陈志鹏头上戴着十分夸张的羽毛帽子,身上穿着像床单一样的礼服,脚上还踩了一双恨天高。 陈志鹏浮夸大胆的造型一直备受争议,但他本人却看得很开,不在意外界的声音,坚持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。 而且陈志鹏说了,辣眼睛是你们的事,慢慢辣吧,走红毯的时候就已经如此夸张,走秀的时候,陈志鹏就更加大胆了,齐大腿跟的超短裤,厚底长靴,剥点丝袜,死亡烟熏装,真的是绝啊。 还有这套粉色土味王子风造型,也是相当经典了,上半身的荧光粉色外套,已经够抓马了,下半身却还要恐怖得多。 黑色皮裤,搭配丝袜,丝袜上还有破洞。 再次感叹,陈志鹏真的是很大胆啊。 细看陈志鹏这一头粉色的头发也相当讲究,粉色的头发配上他有黑的皮肤,闪亮的美甲以及嘟嘟的唇膏,真是夸张啊。 这套绿色头发搭配透湿衣的造型,也是相当的辣眼镜。 这套就不只是丑那么简单了,陈志鹏身上的肥肉全部暴露了,无比油腻。 这套透湿长衫,里面也要搭一条超短裤,若隐若现的人感觉,看的人真的无话可说。 提到阿娇,大家都比较熟悉了,本名中心童,当年她和蔡卓妍组成演唱组合TWINS也深受大家喜爱,可惜最终因为某门事件,名声扫地,一度沦为众多网友唾弃的对象。 阿娇的颜值应该在同龄女星中数一数二了,虽然阿娇这些年经历了很多,但她的容颜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,而且多了一份淑女的气质。 阿娇穿衣一直被网友诟病,前不久,网友曝光了一组阿娇现身红毯的近照,照片中的阿娇身穿一袭拼接长裙,在一看这裙子腰上打结有点像床单,为她减分不少。 她的裙子是生力设计,真空上阵大秀式夜线,如今37岁的她身材有些发福,特别是阿娇的上围都快遮不住了,不得不承认阿娇越来越有女人味了。 这组照片也吸引了网友热议,网友纷纷感叹阿娇人长得漂亮,就是穿衣总让人觉得尴尬,也由网友调侃发胖的阿娇,看这上围不止胖了十斤。 8.谢霆锋 谢霆锋走红毯一直本着不惧世俗眼光的原则,从早年的身体,大裙摆,松垮的衣身,到白色衬衣搭配黑色拖地长裙。 谢霆锋不仅感情专一,穿衣特立独行的风格也多年不变。 今年,时尚巴沙杂志举办了一场年度派对,虽然谢霆锋身材保持得不错,但她的造型似乎与时尚盛典格格不入。 网友表示,已经很久没有看见男明星穿着羽绒服走红毯了,虽然知道她穿的都是大牌,但莫名有一种浓浓的年代感。 随后,她本人也在微博发闻到是有点热还配了一个汉的表情。 9.刘浩然 奇葩造型之刘浩然裤子穿上半身,北京的冬天可不是开玩笑的,冷到你变形。 宋一人第一个出场的时候,一直不断地搓着自己的手,毕竟在风度美丽面前。 这点冷,不算什么? 可是刘浩然是个实在的年轻小伙,天大地大,不如身体最重要,看着其他明星瑟瑟发抖的样子。 她着急了,于是命令身旁的助理,一分钟之内让自己保温措施做到位。 这下怀了,怎么办呢?想起来车里还多戴了一条裤子,于是死马当活马衣了。 刘浩然不顾一切的想要温度,只能把这条西装裤子搭在身上。 要是路上走着这样一位帅哥,分分钟让他被人笑掉大牙。 奈何刘浩然超高的颜值,严肃的表情,让人误以为这只是故意而未知的造型设计呢? 10. 陈山聪,TVB也有十分敢穿的男星,当年陈山聪就曾穿出一套经典造型。 陈山聪穿着玫瑰色的花衣服,加上黑裙子,以及烟熏装,连眼神都变得骚气了起来。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陈山聪的红毯造型都吐到家了,明明是个高颜值的型男,却搞得不伦不类,娘气十足的,到底是吐什么? 总的来说,明星们曾经的红毯造型可谓是千奇百怪,争其斗艳,一对比下来,现在的红毯穿搭确实是保守多了。 其实,找到自己的风格是最重要的,适合自己才是时尚了真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